在后台我是不是 我说一下 指揍鼻子说我 张赫伦 在台上再持我的歌手 我就偷你 舞台上模仿埋态师傅 在张赫伦这里已经是小儿科了 毕竟他每次做腰的时候 都会把师傅编进小曲里面 在那山的那边 海的那边有一个过的港 他聪明又凌厉 心底很善良 他的脑袋很圆 皮肤很黑眼睛放光芒 就是个头长得像五大郎 好好的一首蓝精灵 硬生生成为了埋态师傅的家座 果然改变鬼才这称号实至名归 张赫伦作为张九南的队长 也延续他做死的本领 成功成为摘子组的一员 张建宇 这说一名 那是高九成 被摘子后的张九南 更加无所畏惧 甚至开始当面叫板郭德纲 我说师傅既然管我叫张建宇 那说明他想管我叫张建宇 什么时候他想管我叫张九南了 让他来求我 后来师傅就赶紧给打电话 听说你在小地上跟我叫板来的 当时给我吓的 我赶紧把电话就挂了 然后把师傅拉黑了 敢挂电话拉黑师傅 张建宇果然是被打 葡萄们一个比一个能做 老郭的玫瑰园估计都已经埋不下了 大家觉得龙翔利剑 四个师兄弟水碎座 赶紧在评论区留下他的名字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会